對於保齡我們發現另外幾個分店沒有保險 也就是沒有繳保費 我們對保齡會再重罰共100萬元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最新的進度 台北市我們目前掌握的案例數到目前為止 跟昨天一樣並沒有新增案例 所以累計通報數21件 兩例死亡 四位在加護病房 三位在一般病房 十二位已經返家休養 對於保齡我們昨天對外說明 我們發現另外幾個分店沒有保險 也就是沒有繳保費 保單註銷這件事情我們依法開罰 所以上午衛生局召開會議之後 現在確定金額我們對保齡會再重罰共100萬元 分別是50萬元、25萬元、25萬元 這個部分我們確定開罰的金額 另外關於保險理賠的部分 上午11點保護局也約談了新安東京保險公司 那目前的結論就是保險公司它會負起責任 也就是保齡有責他們就會負起責任 我知道有記者媒體提問說 會不會有額度不夠的問題 我們看過相關的金額 但因為保險公司基於7月的保密條款 它不會公佈 但是相信應該是足夠承受本市受難者的賠償損害的額度 是沒有問題的 那也是如同剛剛市長講的 就是回到消報法第7條的規定 因為今天保齡跟大時代 是在大時代美食廣場裡面的經營範圍內 所以也就是確認了 就是說如果今天保齡是有賠償的責任 保齡在A13的範圍內有賠償的責任 那大時代的保單就會一起出現 Polizei的來自維持 老實說 安全也有賠償的有賠償 在外面看別人,我養住 有賠償的全世界 在無資的生命 其實天然那是傾向